风水是一门学问,从古流传至今,但仍有很多对此有意义,但是有很多的方式方法,对你的生活并没有什么不好的影响,那为什么,你就不能为了你的财运而做一丝丝的改变呢? 即使你不相信,但是也可以尝试一下看看的嘛。 家中万万要放这几样物品,不怕不发财,有钱家都有。 厨房是家中烹饪美食的地方,也是存放家里口粮的地方。 粮食在风水上也是一种财,而一家能否吃饱穿暖,就全看厨房的储备了。 所以家里的米缸粮食不能太空,只有粮食充足了,一家才能安心过日子,这也是好运和财运来临的基础。 粮食充足,意味着家中的财很多,是很聚财的一种做法,粮食越多家中的财富就越多,反之家中的财气就会越来越薄弱,最终财气散尽。 家中通过一些摆放招财物件的办法,相信有很多都是过。 从概念上来说,招财风水物也是吉祥物品,所以一般橡皮修、聚宝盆、玉白菜或者是骨铜钱都能产生招财的效果。 如玉白菜,白菜同因摆财,玉代表珠宝,所以玉白菜的寓意就是珠宝摆财,将此寄信阿物件摆放在家中,怎会不生财,怎会不纳财。 所以挑选家中招财摆财也是一门学问,一定要选好物件。 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的就是供奉财神,但是供奉财神的位置也是很讲究的。 切记不能放在鱼缸旁边,因为鱼缸是化解凶器的,所在的位置一般都是凶位,在这个位置放财神不但不能生财,反而会导致厄运。 这就是在风水上所说的正神下水,也就是破财的征兆。财神应该放在招财的位置,而不是家中的凶位。 并且家中供奉财神,自然免不了要有供果,大多数是苹果、橘子、香蕉等水果,一般在供桌上每月拜一次,这样就可以财源滚滚了。 窗户盒门是家里财器的入口,也是家中进财的通道,所以它的打开方式十分的重要。 为了财气进入房间畅通无阻,家中的窗户最好是向外打开式。 如果家中的窗户是向内打开式,可以在窗台上摆放绿植来活跃气场,如果是半开打开式,可以挂明亮一些的窗帘或者是装饰品来活跃气场。 还有一个比较古老的方法,就是把三个窗钱币放入红包中或者埋在米缸里,这样就可以大大的增加财气。 儒家中无窗钱币,也可用现代的硬币来顶替,都是财富的代表。 风水是一门学问,从古流传至今,但仍有很多对此有意义,但是有很多的方式方法,对你的生活并没有什么不好的影响,那为什么,你就不能为了你的财运而做一丝丝的改变呢? 即使你不相信,但是也可以尝试一下看看的嘛。 家中万万要放这几样物品,不怕不发财,有钱家都有。 厨房是家中烹饪美食的地方,也是存放家里口粮的地方。 粮食在风水上也是一种财,而一家能否吃饱穿暖,就全看厨房的储备了。 所以家里的米缸粮食不能太空,只有粮食充足了,一家才能安心过日子,这也是好运和财运来临的基础。 粮食充足,意味着家中的财很多,是很聚财的一种做法,粮食越多家中的财富就越多,反之家中的财气就会越来越薄弱,最终财气散尽。 家中通过一些摆放招财物件的办法,相信有很多都是过。 从概念上来说,招财风水物也是吉祥物品,所以一般像皮修、聚宝盆、玉白菜或者是古铜钱都能产生招财的效果。 如玉白菜,白菜同因摆财,玉代表珠宝,所以玉白菜的寓意就是珠宝摆财,将此寄信阿物件摆放在家中,怎会不生财,怎会不纳财。 所以挑选家中招财摆财也是一门学问,一定要选好物件。 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的就是供奉财神,但是供奉财神的位置也是很讲究的。 切记不能放在鱼缸旁边,因为鱼缸是化解凶器的,所在的位置一般都是凶位,在这个位置放财神不但不能生财,反而会导致厄运。 这就是在风水上所说的正神下水,也就是破财的征兆。财神应该放在招财的位置,而不是家中的凶位。 并且家中供奉财神,自然免不了要有供果,大多数是苹果、橘子、香蕉等水果,一般在供桌上每月拜一次,这样就可以财源滚滚了。 窗户盒门是家里财器的入口,也是家中净财的通道,所以它的打开方式十分的重要。 为了财器进入房间畅通无阻,家中的窗户最好是向外打开式。 如果家中的窗户是向内打开式,可以在窗台上摆放绿植来活跃气场,如果是半开打开式,可以挂明亮一些的窗帘或者是装饰品来活跃气场。 还有一个比较古老的方法,就是把三个窗钱币放入红包中或者埋在米缸里,这样就可以大大的增加财气。 如家中无窗钱币,也可用现代的硬币来顶替,都是财富的代表。 家里什么招财,米缸的材质不能用塑胶袋装大米,但是也不要认为随便使用一个容器来装就完事了。 在风水上来讲,塑胶制品的盒子,五行熟火。 而大米又是用火烧的食物,如果放在塑胶盒中,会加速大米的消耗,也就意味着家中的开销会增多,是散材制造。 最好是选择陶瓷的容易,因为陶瓷在五行中属土,而土壤有可以孕育万物,自然可以有增多大米的意味。 同时就代表着家中的粮食多多,财富也就守得住。 家里什么招财,米缸的运用单是买回了米缸,还难以发挥很好的功效,所以要学会使用一些小的技巧。 比如,在米缸上贴上一个满字,这样寓意粮食丰满,财富充盈。 并且在米缸刚买回时,要一次性就里面的米装满,同时还可以在米缸的底部放上三个红包,分别包上玉佩,红绳和铜钱。 因为玉佩代表着金玉满糖,铜钱就代表着金银财宝,而红绳就代表着红红火火的好运气。 米缸长满能引财入室,为了招来财运,冰箱不可空空如也,米缸也要随时补满,用红包带装三个硬币钱,放入米缸中,可起到招财的作用。 厨房中的各种刀具不应悬挂在墙上或插在刀架上,应该放入抽屉收好,蒜头,洋葱,辣椒也不应悬挂或放置在外,因为这些东西会吸收瘾气,影响家健康与运气。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下其他生活中的小尝试吧。 碗,一,就碗寓意你的工作,职业不可随便扔,否则意味着你的财运完了。 二,破损的碗,如有豁口,意味你的生意或工作不牢靠,或小挡道,不要再用。 三,不用的碗要用红布包好才能丢掉。 四,只有在悼念时候才用破了的碗,表示怀念。 五,风水碗通常放在窗口,装水的碗里放硬币是生金水,化小和求财旺财。 刀剪乱放煤运多。 一,刀剪乱放于卧室,不宜夫妻感情。 二,刀剪乱放于厨房,不宜家健康,不宜财运。 三,刀剪乱放于客厅,不宜事业。 四,刀剪乱放于包里带着走,会影响一天运势。 五,家中的刀剪不宜于摆放在北方,西方或东方。 六,家中的刀剪不宜对着有的地方摆放。 七,将刀剪收纳到抽屉等收纳箱中为宜。 五过开运法,所谓五过,是指凤梨,柑橘,梨子,枣子,苹子,苹果,分别代表旺,干,来,枣,平安。 家中经常摆五过,无形中就能开拓好财运,带来成功机会。 我身上,刘同学巨大刀剑本 reinforceий到 一个天的迷惑草剑本文章 calibra Mar us,kadal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